请求姊妹们 现在已经是七月中旬了 我们知道这个疫情是不断的加剧 所以加州本来是所想好的 重新开放的政策 慢慢也变成是重新关闭 以至于到秋季的很多的学生 上学都已经变成是网课了 那么对于我们既居家隔离的人来讲 我们要思考一个重要的话题 用中国话来讲 就是独乐与众乐 俗乐 当然了中国人会说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那为什么谈这样的话题呢 因为这个星期天 圣言学院的何重千牧师 会以路加福音的 又关于大宴席的这一段经文 跟我们分享 我们到底应该与谁做宴席 是独家呢 还是一个社群 他在我们越一步也会讲到 谈到基督徒应该是退休 还是社官 我相信这个社官是指社会关怀 这个星期天 除了何重千牧师的信息以外 我们的严牧师也会在儿童部讲 我是杨的门 我是这个系列进入到第三场 所以同样值得期待 我们这个星期天 主日在线 再见